大家好,我是東英走的喬和鮑勃 關西地方稱作禁忌地方由二府五線所構成 大約有兩千兩百萬人 人口的密度比台灣還要高 能夠拜訪的景點跟享受的美食絕對不輸東京 京都的京閣寺、川闖料理、大阪的新齋橋、掌魚燒 神戶的海港風情以及高級牛排、奈良的大佛 紀錄跟燕根的國寶城堡 這麼多的景點要怎麼安排行程 那本支影片包括就用一日遊的方式 介紹關西地方的不同玩法吧! 位於山中的貴船神社 夏天的川闖料理以及冬天的雪景讓人深深的著迷 搭配世界文化遺產的夏鴨神社 以及天皇牽制東京前的居住地、京都寓所 最後再搭配下午的鴨川 以及附近的逛街跟晚餐 這麼多的景點 看起來一天沒辦法玩玩 但由於交通不會太困難 就讓鮑勃教你怎麼玩吧! 我們一早出發到達出丁柳車站 搭乘瑞山電車安馬線 一路到達貴船口 搭公車會比較快到貴船神社 鮑勃夏天取財的時候搭公車 但冬天取財的時候遇到下雪 就邊走偏看雪景 真的頗浪漫 貴船神社所祭拜的Takaoka no Kami 在日本一千多年的古史、古紀事 以及日本書記中都有出現過 是日本神話裡的水神 帶給眾生賴以生存的寶貴水源 這個神社總共分成三個部分 本宮有知名打卡景點 美美的階梯 爬完階梯之後 可以看到這個神社 也是繪馬的發翔之地 另外建議大家可以試試看 有趣的水占譜 抽完籤後把籤紋紙放在水中 文字便會慢慢跑出來 看不懂日文的話 還可以掃QR碼看翻譯 結社就是求姻緣的聖地 像鮑勃夏天是單身狗 冬天又交女友了 感覺真的有點靈驗 奧宮就是貴船神社創建之處 被森林環繞 環境非常優美 逛完神社之後 在吃飯之前 可以來杯飲料休息一下 我們來到裝潢時尚的冰味咖啡 在這裡點個抹茶牛奶 跟日本甜點萌那卡吧 我們就在貴船的穿床上吃個中餐 這裡周遭大概有20幾家餐廳 提供穿床料理的服務 簡單來說就是在河的上方放置一個平台 然後就在平台上用餐 跟鴨川夏天的納涼床差不多 但是貴船的穿床離河更緊 我們這次挑選的Bernia 位於貴船料亭街最前方的位置 距離其他餐廳都有一點點距離 比較不會有前後多餐廳人幾人的感覺 料理的部分是用當地的魚以及山菜 所做出來的金會席料理 從前菜、湯、主菜到甜點 非常的豐富 不同的價位也有不同的菜色 大家可以查查官網 冬天的時候沒有穿床料理 我們可以吃吃看Nakayoshi的豆腐鍋 暖暖的很好吃 我們用跟去城相同的方式回城吧 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一點左右 我們回到出丁柳車站下車 來到夏鴨神社 夏鴨神社也是賀茂玉祖神社的通城 夏鴨神社也就是位在知名鴨川的南邊 另外有趣的地方 日本神話中鴨川的源頭為貴船神社 所以說我們今天的一日遊 某種層面可以說是順著鴨川往下玩囉 神社為世界遺產的一部分 據說有2000年的歷史 然後1300多年前天舞天皇時期 完成了第一個建築 境內有兩棟國寶的建築 以及31個重要的畫材 是非常歷史意義的一個神社 在玉手喜社有一個流出清水的小河川 在這裡也可以體驗跟貴船神社一樣的占卜 Mizumi Guji 另外紀念的河河神社有很可愛的奇緣匯碼 叫做禁匯碼 看大家創意畫出不同的臉龐 真的很有趣 離開夏亞神社我們走到伊西漢吃個甜點 伊西漢的阿蜜子冰 使用高級的抹茶蜜 搭配白玉、小豆、還有雙麒麟 寒天QQ的食感更有加分的效果 稍微讓腳休息一下後 現在時間大概是將近下午三點 我們走到伊西漢附近的大景點 京都寓所 簡單來說這裡就是以前的皇居 從北朝開始到1869年 遷都東京前的歷代天皇都住在這裡 整個區域大小約11公頃 自從建立後經過多次整修 目前看到大部分的建築 都是西元1855年前後整修完成 可以在這裡花一個小時 連同京都玉岳一起參觀 時間已經接近傍晚了 我們往鴨川河畔三個步 往三條的方向走 土有點酸的話就在河畔休息一下 享受一下河畔邊的清涼 接下來的時間我們就在三條跟四條這裡度過吧 肚子有點餓的話可以走到景視場 這裡又被稱為京都的廚房 有400年的歷史 在390公尺的市場有漁獲 生鮮蔬菜以及各種不同的小吃 正式吃晚餐之前就在這裡吃點小點心吧 反正今天走那麼多路 吃多了也不會胖啦 哈哈 這一代也是京都寫冰的中心 大家可以亂走一下買個紀念品 晚餐我們就在鴨川旁的仙斗丁找個餐廳吧 這裡是一條長500公尺的細長巷子 是京都著名的花街之遺 有超過150年的歷史 寶寶很喜歡這邊的氣氛 來京都旅遊的時候就算不吃晚餐 也會特別到這邊走走 我們晚餐懸是The Mimasya 算是基於京料理的創意料理 味道不賴也蠻適合外國人嘗鮮的 吃完晚餐大家都應該已經累到爆炸了吧 但如果有人把咖啡當水喝 晚上睡得一樣甜的人 鮑勃推薦咖啡百名店 Elephant Factory Coffee 是一家開到深夜一點的文青咖啡店 起司蛋糕真的非常好吃 當成一天結尾放鬆的地方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咯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期再見 拜拜